一般的市長要剪裁 要啟用 一定會去看經過幾個市長 經過幾個市長邀請 邀請有很多方法 一種 嚇壞給你 嚇壞的時候已經過期了 就像是柯文哲的花一樣 第二種 寫一個簡訊給你 謠簽 第三種是卡丁給你 卡丁給你 各式各樣的 他們感情可能沒有到達到花 謝國良直接說我沒有邀請他 直接說 而且林佑昌是昨天先PO臉書 他說沒有邀請我 但是怎麼樣 謝國良也知道林佑昌昨天PO這一篇 謝國良今天在致詞的時候 他也跳過歷任市長這四個字 他不一定要講林佑昌 他就講歷任的市長 你想以前我們台中捷運綠線通車的時候 盧秀燕 他也有邀請林佳龍 也有邀請胡志強 我會去張文林或什麼 就是那些市長都有邀請 會有去 會沒去 這都合理的 因為時間也不一定 那林佑昌會邀請胡志強嗎 這都會 我就說邀請 因為這個工程如果是前任有爭取 當然就要邀請 感謝一下嘛 那大部分都上台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有在現場 他就會念他的名字 沒有在現場就會講歷任的市長 MUS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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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